今天给大家分享 新赛季跌峰赛五张竞速单人地图 无道具的最快跑法 学会了瞬间从新手变成老手 领先99%的荡载玩家 首先是第一张地图 吸上零尖 这张地图的难度不算太高 我们开局直接走最左边 跳跃一下立马开启滚动 再接着一个跳跃顺利到达对岸 来到扇坡 正好可以赶上向上旋转的树叶 之后再点击跳扑 就可以踩到堂板 剩下一大段距离 在空中点击复位 滚动好了瞬间开 我们就可以跳到最高的堂板树叶上 直接向前走 不用等待旋转的堂板 下来之后吃到风圈 就可以解放双手 因为它会直接把我们带到终点 第二个 撞撞森林 其实这张图非常非常简单 很难用操作来拉开距离 开局之后跳上滚筒 瞬间开启滚动 记住 一定要在滚筒的最末端起跳 因为如果你不是末端起跳 就会出现减速的效果 到达第二关 我们需要选择中间的路线 这里我们全程都不用跳跃 放心大胆的往前走 接下来全部都选择最左边的道路 这里的障碍非常的少 翻过最后一个滚筒 直接开启滚动 并且不需要起跳 只要注意躲避中定的泡泡 你就能快速通关 第三张地图 简票入场 这张地图是一张非常神奇的地图 开局我们选择左右两侧 都行得通 这时滚洞好了 千万不要开 因为这张地图的前期开了滚洞 你只会比不开滚洞速度来得更慢 如果你开了滚洞 大概就是这样的 而在它的两侧呢 则是一个传送带通道 但是十分不建议走这 因为这里抗似加速 实则回速 一不小心就会让你找我哭诉 当然生法档可以除外 然后就是终点前的三个封圈 我们继续选择最左边 越过第三个封圈后 立马开启滚洞 进去大门 向斜右防拉洞方向 就可以吃到两颗加速 并且快速到达终点 第四张地图 齿轮推推 这张地图也是非常容易 但是越容易的地图 越难拉开差距 所以更考验我们的跑毒技巧 开局我们始终靠左行走 这里需要先开滚洞再跳 然后沿着左侧继续走 这张地图非常简单 但是一定要记住 滚洞必须要秒开 这样才能最大缩短你的跑毒时间 每个齿轮都可以走齿轮尖尖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去 不用跳扑 打开大门口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里的柱子 刚好不会遮住我们行走的路线 之后立马开启滚洞 到达终点 最后一张地图 片场迷途 开启滚洞 选择最左边的道路 打开大盆之后 直接向前大步走 刚好能完全躲避这两颗指针 并且遇到前面的蛋糕也千万不要害怕 直接把他们撞走 就完了 第二个拱洞好了 也是马上开启 路过爆炸南挂 来个回首掏 能把我们飞越一大段距离 最后只需要注意躲避障碍物 就可以快速通关 看完之后 是不是瞬间感觉 这些地图都非常容易 那么你 是不是离凤凰段位 又进了一步 这些地图都非常容易